大家好 我是来自gores timepiece gdc4的小刚哦 那小刚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只可能大家都比较少看到朋友会佩戴的这款配那海 Panerite啦 那就是这款PAM512 512这个型号 那这款配那海啦 小刚可以讲啦 也算是最后一代啊 用这个外场机信的这个配那海了 它这个型号机信就是p999-1的这个机信哦 它其实是改制于这个Bordjet Piajet 大家也知道Bordjet Piajet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 也是一个高级的这个表厂啦 它用的是 它用的是这个Bordjet Piajet的这个838的这个超薄的机信哦 等一下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它的机信 那先说一些配那海手表的特色啦 Sandwich表盘 就是这个三明治的这个表盘哦 就你看到夜光跟这个这个表盘的这个数字啊 是做了两层的哦 第一层是掏空的 下面那层是夜光的 所以这个是配那海啦 非常可以说是一 你要认识配那海就一定要知道什么叫Sandwich表盘哦 这个三明治的这个表盘 那这种金黄色的夜光啊 没有热力的啊 9点位有这个鱼雷的这种小秒针 雾面喷杀的这种类似这种质感的这个黑表盘 通通通都可以在这支表上可以见到哦 那还有就是这支表哦 带的完全没有压力哦 42mm的表格真的非常好驾驭啊 因为42mm其实在现在目前啊 所有的这种配那海的表款当中啊 其实42mm的选择其实也不多啦 那表格也是11mm的这个超薄的设计哦 它这个厚度哦 这个也做了非常的棒哦 不过它防水哦 一点都不差 等一下我们来再讲 那它用的是 其实是这个Redmo 1940的这个稀有的系列啊 可以讲是 因为Redmo 1940啦 其实它的这个款式也不多啦 那但是它却不像现在啊 目前啊 最新那种在售的这个Lumino Duet啦 就是目前主打超薄的那些新的款式啦 防水只有30米嘛 对不对 那这一款呢 是实实在在 防水可以高达100米的哦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哎 这表啦 其实可以说是和小刚以前分享过 自己的那一款 啊 就是以前啊 有一款小刚玩过的那一款Lumino Duet 676 超薄系列哦 是差不多是可以说是一个同个类型的啦 啊 只不过那个是多了 那个佩那海 非常有标志性的那个开关护桥 那个表冠嘛 那个设计 那个叫Lumino 1950的那个表格的设计 那少了那个护桥呢 这个则是叫Redmo 1940的这个设计 那而且表冠龙头哦 虽然它没有那个护桥啦 但是它用的是 啊 实实在在哦 就好像刚小刚讲的 它是用这个旋入式开关的这个龙头 才能操作它这个上链的哦 而且这款表想要讲 讲 就是你这个机型啦 上链的完全跟一般的这个上链那个手感呢 是不一样的哦 它的那个声音 它那个手感是非常的油腻的 就是你感觉是好像好像好像很多那个牛油这样子啦 就是非常的油的那种感觉是非常的顺滑的哦 不一样 但是它的厚度哦 这款表啊 做的啊 就和新的现在这一种 新带的这种Lumino Duet啦 是一样很薄的哦 那小刚刚有提到 那这点上手其实真的很赞啊 非常舒服又帅气哦 那再说到机型啦 刚小刚有要讲的 机型P999啦 这个代号哦 其实大概是我没错的话 是2010年左右所推出的 那也就是有这个额警式微调的这个装置 这个算内的这个regulator 不过这款机型啊 配拿海基本上啊 都用在这个价位比较高的这一款啊 这些表款当中了哦 直到2014年左右啦 又推出了这个 呃 后期啦 才推出了这个机型P999-1啊 就后面多了一个1哦 多了一个1的这个数字在后面 所以如果我没错的话 这款P999-1哦 也只用了 其实只有短短两年啊 他之后就改朝换代哦 变去这个P1000的这个全自家机型了 那也就是说2014到2016年之后呢 2016年之后那时候啦 就推出了新的这个LuminoDue 676里面用的这个机型啦 就小刚之前有介绍过的嘛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哦 这个P999-1啊 这个机型哦 呃 它主要的特色啦 最大的特色是整个布局的设计啦 其实很有这个古董表这个机型的韵味啦 而且这个群众的百轮哦 还是用那一种 呃 传统是用到这个螺丝钉这个百轮哦 哇 可以讲是被很多收藏家 或是一些爱 爱表的朋友啦 称为是唯一新的新代佩娜海中最有复古味道的这颗寄信啦 呃 这一支Redmall 512啦 在市面上其实啊 也比较少会看到 就真的不太常可以见到 啊 也是收藏家喜欢玩的一款哦 所以今天的分享小刚就到此为止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小刚拜拜 拜拜 by bwd6